歡迎收看 鵬哥富裕錄 今天禮拜一 我們的股市一開出來就綠油油 在上週8月6號 鵬哥告訴大家 那一天是決定我們 這一波行情的一個 大漲大跌的起始點 經過一個禮拜之後 一個禮拜驗證 鵬哥讓大家看到 是不是就像鵬哥 當時規劃好的一個模式 往下走 我們講的規劃不是絕對他會走 但是他會從 就像蓋房子一樣我們在打地基 當地基不穩的時候 你蓋到某一個程度 就像我們在玩那個抽木條一樣 當你把我們的支撐點往 往後面一撥 他的重心不穩的時候 他就整個就會垮了 我們做股票也是一樣 我們看出 他的下方的支撐結構是有問題的 所以我在這邊就會告訴大家 我們應該是要往下做 不是往上做 所以你看一來一往 每差一個10% 我跟你的差距就差了20% 這就是我為什麼很多人就是可以在 市場上面贏到錢 那有些人卻一直要捐錢給投資人 捐給其他投資人 這個就是我們講的 一個交易的一個思維的一個差異 所造成的一個結果 好 所以我們回到重點 那些天我們買的強勢股 是不是 現在都提累累 越強的股票現在回的越兇 所以我們該怎麼樣 怎麼樣子應對他 套到了該怎麼解決 我們就不用 繼續在屁話了 因為很多人現在就是希望 彭哥能幫助他 所以今天彭哥要告訴大家 該怎麼做 該怎麼做 好 所以我們的重 重災區的股票的族群 就是這三個 也是彭哥之前最常講的這三個 被動員建 錫金元跟MOSFI MOSFI是這兩天 上週五 開始做一個往下壓動作 這是捷利 但是其他的我們講的大宗 富鼎尼克森 他們都已經有開始做一個 空投下降的一個動作 等一下我們也會討論到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次的股災下跌的受害原因 就是投資人 投資人記住 投資人把基本面好 當做絕對會漲的依據 從 我們講的被動員建漲到12001300之後 開始滑下來 前期 陳先生的前期賣股票之後 大家還覺得這支股票還有希望 彭哥 當時也告訴大家 經濟日報工商日報放了一些消息 那個是很不厚道的一個新聞 是不是 現在真的驗證了 彭哥沒有知名度 所以我講的話 你不會聽 但是 很多 從一開始看彭哥節目 還有很多年前關心彭哥 想要知道彭哥的一個交易邏輯的同學 他都會認真 直直細細的 看到彭哥的講的一點一滴的變化 彭哥一直不是告訴大家盤中盤後 我們結構該下就下 該上我就是上 我是不是貼的盤面 縱使上面扒來扒去 但是現在行情出現了 華龍舟怎麼滑的 我們一路往上滑 你要滑10根漲停板你才休息 如果往下滑 滑6根跌停板 你受得了嗎 好 這是很重要的一個課題 我不能決定 我不能決定 我也不能確定 他會不會6根跌停板 但是 我只要看到 股民的衝動 他要停損的時候 他就會讓他跌停板 這才是重點 所以股價 你要去了解 我們投資人的一個心裡面 好 所以8月2號 彭哥 在 各大的群組 我都有貼 彭哥富裕露也有貼 喜馬尼的 產業營修中心 我們也有 也有貼 然後我們的彭哥富裕露 我也有貼 你看一下 BG38檔股 GG BG38檔怎麼都講的 7月16號 現在 8月13號 再三天 就滿月了 為什麼 彭哥在當時就已經告訴大家 他有這樣結構 絕對不是空穴來風 我們都是用結構 來判斷的 有來上過課的 我們這兩 這兩次的一個 完整的班訓練 的同學都已經會看了 我不知道他們學的好不好 但是這一次真的都閃過去了 這才是重點 而且 也照彭哥我們的當初規劃 當下面有趨勢 我們就往下做 這一點大家也都有做到了 所以我們到後面 我們會讓大家看到 這一次我們實戰班的一些 同學的一些交易經驗 這很重要 我們要做口碑的 好 所以一樣8月2號已經告訴大家 BG38檔出問題了 那8月6號上週一 一個禮拜前 我們要告訴大家 做多做空是關鍵 未來的大賺大賠 從現在開始 我們還看到 胖虎在唱歌 還記得嗎 胖虎在唱歌 唱歌很難聽 但是行情就是要出來了 所以他唱歌也是很用力 蛤蟆 所以我們就敘事待發 當航行出來的時候 我們就努力衝他 一次這樣就對了 這就是要告訴大家的一個狀況 好 拍誰 最近感冒 未死到逆流 揮著大哥 大家都包含 好 所以 這一次 有聽彭哥的話的話 你已經閃過這次的一個股災 你看阿伯 他的後面在一張圖也還好 那只是刷刷盤 但是現在不是 下次一 贊贊 一直疊 一直疊 所以 投資人 要去想一下 如果你現在被套住的話 你可以選擇不理彭哥 你也可以選擇趕快改善 絕對可以對你的投資是有幫助的 所以 後面才參與彭哥賦予錄 贏家No.1的同學 來不及參與 你應該怎麼辦 當然 事後化已經來不及了 我一直在秀那些圖 也沒意義了 那我要告訴大家現在要直學 三個步驟 止損 順勢 左順 什麼叫止損 紅色的是最危險的嗎 黃色就是警戒嗎 好那 綠色就安全 第一個 當你發現 會連續有機會連續往下崩 好幾根點點板的時候 你應該做的動作就是先趕快跑掉 但是很多投資人 很多同學 卻在這邊 一直低擋逢低 攤平加碼 但是我告訴大家 如果你這次攤平失敗的話 你原本很做幾十萬 你可能做幾百萬 甚至是四五百萬的時候 你一次虧 就一半了 而且如果你用融資的話 可能這一次幾百萬通通都會不見 而且在一兩個禮拜之內 全部沒有蒸發 所以看錯的話 你就停損嘛 先停損 至少保有 還有一半 我相信現在停損你一定還有一半 只是你不願意停損 好 告訴大家 你不願意停損 如果不願意停損 這後面你都不會去做 如果你你做的下去 停損的話 彭哥要告訴大家 你還有機會反敗為勝 就是 你你只要會去判斷股價結構的話 順勢 好 當現在的行情大部分 大部分是空投氣勢 就是你為何不沿著空投趨勢的下降的一個力道 剛開始發生的力道往下做 你至少還可以賺個2-30% 把你的30%的虧損給打平 甚至 行情再強一點 不斷的一直輪動輪漲 現在空的股票 佔了現在的行情大概7成 你一定都空得到股票 因為上面的股票 很好流很好賺 所以絕對不會是一下子的 記得5月份那一波好賺的行情嗎 因為那時候7-8成的股票 都是往上的 現在只是我們換個方法講 他是往下的 所以這時候你做空 反而是有機會讓你反敗為勝的 再來是 當你不順了 你是不是先用小一點的部位 先試試看 先把信心找回來 而不是一進去你就擔心受怕 然後一賺錢你就洗掉了 很多人覺得沒有經驗 就像彭哥等一下會做一檔股票叫位數 我會告訴大家 我們之前都已經開始做空了 很多人 包括同學第一次沒做過 空 龍卷空的 第一根他就把他剁了 很可惜 沒關係 至少是有個好的開始 先學會做順 你才賺得到錢哦 好這個就是要告訴大家 急救的三步驟止損順勢 做 順勢做順 就是這樣子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被動元件的一個範例 這是國具 如果當時你有聽彭哥講的 你在這邊除泉洗他掉到1020的時候 有聽我講 現在是從1020跌到6100 總共跌了60% 60% 人生又起了60% 我記得還有 在一千 將近一千三的一個位置的 投資人說要套在那邊 問我怎麼辦 因為位置不一樣 我 我如果出命令叫你砍 如果他就像這一根 這一天 急拉 我的臉就砰 這裝起來 我當下又很難解釋 隔天殺下來他也不理我 因為我不準 沒有人可以決定說 明天絕對會漲停 明天會不會跌停 不知道 但是這個是用錢去決定的 記得 彭哥只是要輔助你 在這個地方 瞭解 我們主力的想法 避開 散戶的思維 得到主力的一個想法 就可以讓你賺到錢 所以這國具的一個 結構的範例 好 矽經驗的家經 來看一下 這邊都大家有上過課的 這邊叫做小高點確立 但是他 他已經結構做好 就像我們在射擊有沒有 左線預備 右線預備 全線預備 開保險 開始射擊 我們現在就是已經上好 上好 開 開保險了 我們就準備要 要 要執行射擊了 所以現在的結構 告訴大家 他隨時都可以跌 這是家經 當然有其他的也 也開始跌了 像 我們講的台勝科 他已經有開始跌的現象 環球 環球金 他是不是也跌了 亂七八糟 所以這個也是彭哥在之前 我們就已經不斷的提醒各位同學 那再來就是MOSB 尼克森 尼克森總統 來看一下 當他的結構發生了一個 我們講的 一根破底 而且在之前不斷的 有一個下跌吞噬的一個現象的時候 而且符合我們的結構準備要 變成空投去勢的時候 這邊你就即使要空下去 動動 兩根十幾趴 這樣就讓你賺到了 如果你 你懂得這些的話 你絕對可以在一個多頭趨勢 跟一個空洞趨勢 你都賺到錢 當你在大趨勢都賺到錢的時候 盤整你就 輕鬆玩輕鬆玩輕鬆玩 因為我們看得出來 他是盤整盤 只是很多人在之前沒有賺到錢 很想在這邊繼續拚繼續衝 這就是真的很可惜的 如果你在華融 我們講華融 12塊多一路做到20幾塊的時候 其實現在你真的不用那麼 不用那麼 擔憂 因為你有 你有那麼多根漲停板保護你 包括現在掉下來的時候 你也可以去安心的去做空 這些都沒有問題 所以這些就是告訴大家 你你掌握好這些趨勢 你就掌握到財富 好 所以我們告訴大家 以上的案例會不斷的發生 現在是因為你套到了 你願意聽我講 當你又開始賺錢的時候 如果你又不理我了 我告訴你 你絕對不會有改變 當下次再套到的時候 你只會比現在更慘 不會比現在更好 你要相信我 因為彭哥就是教大家 怎麼樣大賺小賠 大賺小賠 我們已經告訴大家了 我們的財富列車 在上禮拜我已經開了 畫面還是綠色的 同學們要注意 所以 你想要跟彭哥 一樣的 判斷方式 用骨架結構來切 多空趨勢 而且我還讓大家知道 什麼叫順勢攻擊 看到有機會短線轉強 你就空下去 你就很容易賺到價差 這些都是彭哥 完整班的一個訓練 訓練課程 如果你需要 這邊 這邊 這邊有QR code 大家趕快掃一掃 我們現在要辦全省的一個 全 粉絲巡迴賺 這什麼意思 我會在 我們現在每一個全省的大都市 我會開課程 只要你認真想學 現在 幫大家省錢 而且還可以賺到錢 這是最重要的 你想要學 趕快來報名 如果你不知道多少錢 課程時間都沒有關係 先填寫我們的線上處理 會告訴大家時間地點 還有費用的部分 這些都會詳細的告訴大家 我覺得不會勉強大家 你有需要 再來 沒有需要 沒關係 你可以持續在我們的 如果還有疑問的話 你可以在我們的 贏家No.1 或彭哥賦予錄 這邊你都可以好好的觀察 彭哥這一路以來做了什麼事情 幫助了同學 到底多少事情 這次彭哥 很想幫助大家 避免大虧損 小賺小賠難免 就是告訴大家 避免大虧損 這是彭哥 要幫助大家的最主要的目的 好 彭哥復異錄 我們明天見 拜拜